他们真的被这世音所大大的震动 他们被他们因为分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勇气所振进 所以他们所能说的只是主顾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奉这个名传讲 当我要想到那些勇敢的人 我不得不想到这些宣教士 我很感谢学龙刚刚跟我们的分享 因为他已经走了 印尼是一个对基督教最不友善的地方 但是我要分享一下在我们当中 我们自己当中出去一个宣教式的故事 我不提他的名字 因为他的名字就会被放上互联网 全中国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当中都知道我在说谁 我去年 秋天去见他 在我到达之前 他被公安抓去询问 我去看他的时候 公安就在他家一百尺附近 这不是你很想做 特别是你在做一些背后的一些宣教工作 他所以能够吸引学生的原因是因为 他用圣经来教导英文 所以他们说 跟我一同 跟我一同这样念 Jesus is Lord 他们又念英文又念中文 公安经过说 哇 在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把他抓进来 然后询问他们 感谢神他没有放进监牢里 可是他们却只问他 他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在教英文 可是不要用圣经教英文 他说好 可是圣灵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拦阻的 你没办法拦阻福音 他必须要继续的传扬 他没有停止 但是他更小心 可是我们事后却发现 其实他们已经追踪掉他两年了 可是最近又发生了 一件很特别奇妙的事情 他所传讲福音的一个年轻人 现在成为基督徒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他就是在当地监牢官长的一个儿子 他的父亲其实是个基督徒 只是偷偷地信 因为他怕付出代价 他们在附近有一个 整区的一个公安的一个会议 他们谈到附近里面所住的一些外国人 而他们所可能带来的一些威胁跟危机 他的名字就被听到了 但感谢神这个事情这样的发展 他们不再看他为一个眼前的一个威胁 我们不需要像过去一样这样紧盯着他 所以这个年轻人跟我们的宣教师这样说 现在不是说你可以到街角随便地宣传福音 可是你不需要担心那么多 神保护他因为他敬重神 因为福音是没有办法被拦击的 神用他的宣教师在世界各地宣传神的福音 即使在那些真的是 作难或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 这些宣教师没有退缩 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能力 也知道生命之道的能力 也知道耶稣名的能力 我们再看18节到20节 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使徒们他们觉得 他们不能不分享神的福音 我们也应该这样觉得 我们所听的说 所看见的 在我们自己个人 救恩里面所感受到的 我们应该要勇于别人分享 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在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我们屈服于别人的压力 这是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 我是不是应该要关心别人 是如何地看我呢 这是我下面一个更深入的 一个属灵的答案 不需要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要听从神 不要因为别人的压力而屈服 我们很担心 我们是否能够迎合众人的口味呢 还是别人会如何地嘲笑我们 欺负我们呢 我们是神的信差跟大使 我们不需要担心 不要把你的信仰掺水 为了要去讨别人的喜悦 我发现说 我过去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 我不用耶稣基督的名 与别人分享信仰 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有很多在外面的人 不喜欢耶稣的名字 有时候我们就用一个 比较中心的名字 因为这样比较迎合众人的口味 特别是对那些 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人 可是我今天问大家 是什么问题呢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是耶稣基督的名 跟那些宣教士天天面对 真正那些困难 甚至会被监禁的一个危险 我们在西方社会 我们除了有时候会觉得难堪以外 我们并没有真正损失什么 被人家嘲笑 被人家拒绝 或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工作 在我们的社区里分享的时候 那是一个跟神荣耀的应许来说 那是个非常小的代价 我们不是在这里要讨众人的喜悦 我们在这里是要分享神的真理 当我们开始愿意分享的时候 对别人以外 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好处 我愿意在这个经文最后的一部分 与大家分享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 刑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 所行的歧视 都归荣耀于神 原来借着神基于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高僧 向神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是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外民为什么磨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来 臣仔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高者 西里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义子 所预定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同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谱耶稣的名 行出来 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润神的道 帮助 帮助